在這個時候張學良由於蔣介石暗中做了手腳 開始表現接受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支撻 在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 留有當時田中首相給林權助的文件 這份文件是極度保密的 上面寫著滿洲是日本的外國 絕對不能令國民政府的勢力到達那裏 絕對不允許張學良奉行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 和用國民政府的清天白日期 林權助先生當中他再三的主旨對我 他說不要對南京合作 我始終沒答覆他一個正經的 我很躲避的話 那麼他最後他要走了 他要走的時候我請他吃飯 我也喝一點酒 我當時後來我想我失言了 他 他的意思說 他說我 跟你父親有這麼大的老朋友 那麼我自己來到這邊 我奉著這個 政府的這個派遣我到這裏 我毫無結果 你始終不答覆一句 政變的答覆我 所以我 當時我就跟他說 我領導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 比如我自己想的都走的 那他很高興 我但是你 我簡單說我但是你 有一件事情你沒替我想到 我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美國華盛頓的國立公民圖書館 研究人員最近在這裏發現 田中內閣對於炸死張作霖事件 怎樣向天王報告的重要資料 這些就是當時內閣書記長 在東京裁判 將這件事作為資料提出的文件 超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百川陸上向超和天王報告事件的調查結果 在奏章裏面 斷定這件事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座的單獨犯罪行為 但是在三個月後的六月二十七日 比天王報告書的副本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軍部不希望發表張作霖被殺事件的真相 因為和政府無關 田中內閣鑑於軍部的壓力 決定隱瞞事實 這兩份內容不同的報告 使得天王非常之憤怒 於是田中內閣辭職 而事件的真相 就這樣糊糊塗塗地被埋沒了 因為日本人刺殺我父親 我認為他們很糊塗 不是糊塗為我們 是為日本 我父親他很願意跟日本合作 換句話 就連我自己 日本人做出這個事情 我怎麼能跟日本合作呢 我有什麼法則跟日本合作呢 也沒有法則 也換句話 拿厲害地說 我父親那麼樣子 他都被刺殺 那麼我的樣子 還不是被刺殺一樣 什麼人能跟日本合作呢 怎麼樣合作呢 只能說當外國賊 我說實在是我對日本人 我不瞞 但是我知道 我中國沒有跟日本打爭的能力 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只要跟日本 兩個人別的話 說明白大家 互相 能夠互相讓步 互相明白 可但是 那時候日本的軍人 狂妄到外面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我不是 所以就是我父親 我說日本人很糊塗 很笨 我父親也是一樣 我們一樣願意跟日本合作 但是你這個合作條件 不是合作條件 你非要我當努力呢 那我做不到 張作霖被炸死的事件真相曖昧不明 關東郡設法接近張學良 計劃通過張學良 確保日本的權益 根據關東郡意向 對張學良進行說服工作的 就是當時擔任 張學良顧問的 土肥原原議 土肥原 也就是後來負責奉出 滿洲國皇帝 普怡的重要人物 現在還有當時土肥原 說服張學良的筆記 他向張學良詳細分析 逢天軍閥內部爭奪領導權 和圍繞東北列強的企圖等等 此外還說明張學良和日本協力經營東北的利益 會比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合作的利益更大 土肥原進一步勸張學良 將東北三省脫離中國 以日本為後盾 進行支配工作 因為土肥原 我們倆最衝突的就是土肥原 他當時給我寫了一封東西 就是 王道論好像是 就是讓我當皇帝 我就問他你什麼意思 你要幹什麼 你讓我當什麼皇帝 你有什麼意思 我就是意思 請你跟他們本部說 被土肥原調走 被土肥原這個顧問 那麼前天次就跟我講 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他說 這個顧問是日本派的 是我們這個 原來這個 當年定調腰的時候 是你有兩個顧問 這個 不是我個人 就是我那個職位上 有兩個顧問 那你沒有權 你沒有權 你沒有權 完全是政府派的 那麼 後來我就把這個故事都說給他聽 後來我就說好 我沒有權 那沒有權 我沒有權沒法的 我不能派 我就顧問我也沒有權 掉了 我也沒有權 那麼我這個有權吧 我不見他我有權吧 我不跟他談話 我有權吧 我不談話 我就當時我就告訴我那個 創話者 你說 我說以後土肥安公務員來 隨時我不見 張學良拒絕了日本方面的說服 決定答應蔣介石的呼籲 在國民政府旗下支配東北 並且決定在全東北 換上國民政府的旗次 這件事稱為疫次 這件事稱為疫次 1928年12月29日 東北三省的天空 一齊飄揚起國民政府的清天白日旗 我就是說日本人 日本當時自己表得聰明得很 什麼事情對我們中國 是真實的很像 我當時掛清天白日旗 日本人不知道 我全 不但是掛一個清天白日旗 我全 東北都掛了清天白日旗 我們日本這個清天白日旗 預備好了 日本一點也不知道 所以日本什麼叫諜報 我認為日本把那個諜報的錢 都是白花的 都弄到那個自治樓子裡去了 疫次之後 張學良馬上清除 鳳天軍閥內的親日派頭頭 作出和日本決絕的鮮明姿態 接著在1930年 就任國民政府的陸海空軍副司令 張學良的手下 也有由他父親張作霖那裡接收過來的 鳳天軍二十萬精銳部隊 他將這一支鳳天軍改編為東北軍 自力裝備 兵制現代化 引入新式武器 甚至擁有直核的兵工廠 張學良一方面致力進行軍隊現代化 一方面想以自己的理想建設國家 我做人 什麼都講求實質 我父親死了以後 留下很多遺產 留下很多錢 我被這些錢差不多 都捐出來 都捐出來 我從東北大小 那個建設 東北大小是我自己拿錢 同時我還要有個教育經費 我都做了好多事 都是我私人拿的錢 不是公家的 我為什麼這樣做 我就很願意 那個時候我的腦子裡 最主要 一個國家要行啊 要想啊 非要造成人才 是教育為基本的 我們後來這個鐵路還是蓋了 由這個 由這個 由這個大虎山 到 那個叫 大 我現在說不出來了 到黑龍江去 東北那個時候 最要緊的 除了是大豆 大豆是黑龍江出來的 那麼我們那個時候 要想運問 何樂江的東西 那門鐵路非常刁難我們 為自己經濟的問題 那當然 那自言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是自己原來不修的路 要經過南滿 還要經過中中路 我們現在是因為這麼樣的 可以直接去修了 就不能說到競爭 當然 事實上 我對人說話是時代說話 當然南滿鐵路受影響了 可是我們自己 並非說要競爭了 張學良這樣管理東北 特別是鐵路的建設 自然和日本發生很大的磨擦 當時日本在東北的利益中心 是由日俄戰爭中得到的 連接長春、呂順、大連的鐵路 以這些鐵路的經營管理為目的 已設立的國策會社 南滿鐵道珠色會社 也即是滿鐵 是日本支配滿洲的關鍵所在 南線是連接長春、呂順、大連的滿鐵 張學良鋪設一條 和滿鐵平衡的 通往吉林和黑龍江的鐵路 這條鐵路的建設 阻止了日本方面 形成的滿鐵包圍網 於是這些鐵路 一開始實際運行 滿鐵的貨運量 就大量地減少 到了1930年 滿鐵的經營極度惡化 這句話 換句話 我是毫不客氣的講話 我毫不客氣講 日本當年 完全娶一個清廖的太太 我們是看清清楚楚的 我說一件事情 我現在說一件事情 正時代的事情 本來是呂大、呂順大連 這逐漸七月已經滿了 我們本來中國是要收回了 這個事情後來也就是很大的問題出來了 當時我就談判 我就給談判 我的意思 我就說 這是他沒問到我的事情 我就說 你這個呂大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有一種很好的機會 可以把它合作解決 那麼我說 但因為我承認這個呂大 是日本的這個 已經多數年的建設權利 我說我們把它 比如說呂順、大連 我們做成一個自由港這樣 那麼我們自由的選舉 自由的選舉 當然要自由的選舉 我們拿這個居民 居在的人 拿他們大家為中心來選舉 那麼他們選舉出來的人 那麼他就負責人治理這個地方 那麼主權是我中國的 但是負責治理的地方 這個權利是在他們手裡頭 在他們手裡頭 當然選出的一定是日本人 那麼 那麼 我說完 一直說完 那麼 當時他回答我一句話 使我傷心透了 他說你想的那個事情 是做不到的 他說我們日本有句話 這個城是建設來的 你要拿回去建設去 你有沒有這句話 怎麼辦 滿洲事變爆發之後 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 不准東北軍對關東軍作戰 關東軍趁機聚運 佔領了長春、吉林等主要的城市 接著在第二年一月佔領了錦州 二月佔領了哈爾濱 僅僅半年時間 就幾乎將整個東北各大城市搶走 我那個時候在北京 我是在醫院養病 我有病的時候 那麼我在醫院養病 那個時候病剛好 所以那天我是請這個 英國的大使 請他去看梅蘭芳唱戲 那麼我聽見這個報告 我立刻回到 回去回到家 下命了 我就不知道這個情形 是怎麼個情形呢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個情形 所以我當時就是 沉浸一下好好看 看看怎麼個事情 所以人家罵我不抵抗 這個關東軍那個說 九一八事變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我替日本想 我的人想事情都是 所以判斷一件事情 你要看這個環境 你要看 不能判斷自己方面 要看人家的方面 厲害的關係 我想替日本想 對關東軍 只能用一種挑釁的態度來 那麼使得我們中國方面 有大挑釁 那麼還有 有俄國的挑腰 還有 有日本有自己 有國家能控制的 種種問題 那麼 假如是 九一八事變 我想到 它要那麼做 與日本的後果 是一定很不好很不好的 不但是對中國呀 我就替日本想 所以我想它不會那樣辦 它不會那麼樣做 所以我自己承認 所以我昨天講 國家摘毀我 大家摘毀我 我說你摘毀我不抵抗 我不承認 可是你摘毀我 被日本這件事情 判斷錯誤啊 那我承認 我絕對自己 我自己考慮 日本不肯這麼做 在日本 那麼軍人要這麼做 政府也會要控制它 因為這樣做 後來我想這個地方 加上句話 我忘記了 是碧元說的啊 還是西元氏說的 這個所謂九一八事變呢 就等於日本人吃了一顆炸彈 他這個意見跟我是一樣的 當然我願意跟日本和平 要是挑釁呢 和平解決 我的判斷 我在這的話 我要又說了 日本的軍人實在是無能啊 實在是狂妄啊 我當時想啊 假如他要 我這麼想 假如他要這麼做呀 不但是與我中國不利 是與日本不利的 假如我是日本人 我絕不這麼做 因為這麼做 後果一定是對日本很不好的 所以我想日本不會這麼做 你知道 我被九一八事變 我判斷錯誤了 我說 我後人罵我呀 國人罵我呀 我說你罵我呀 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啊 我是一點不扶 不認這個賬啊 我沒有錯啊 可是你要罵我是一個封疆大利啊 沒把日本的情境看明白啊 那我是 我承認 我為什麼我判斷日本 不應該 不能這麼做 因為這麼做 有差不利 你知道我這個人 是膽大妄為的 假如我真是日本要這麼辦呢 我當時可能 我跟日本要拼的 好 好 好 滿洲事變爆發 僅僅四天 關東軍上層就作出了 滿蒙問題解決策案 這個解決策案 記錄有 擁立清朝最後的皇帝 宣統皇帝普怡 建立滿洲國的方針 也就是完全否定了 張學良統治東北的事實 從此之後 日本關東軍的行動 就是沿著這個解決策案而展開的 現在住在北京的愛新國羅普杰 也即是後來成為 魏滿洲國皇帝普怡的弟弟 滿洲事變發生的時候 普杰正在日本的陸軍事官學校留學 當時有個教官吉江曾經對他講過 有關解決策案的事 他那個人就是 怎麼想 老想利用普怡給自己幹什麼 跟我露出一點 就露出來了 哎呀 說現在是 張學良的 太不太不願意 特別趕走不可 趕走不可 大概是 像你哥哥非去不可 他就抱著這個 就說 我就知道 哎呀 日本對這個東北有野心 你和我才真正感覺到 張學良東北絕對不成 絕不能存在 說你哥哥 真是有希望 這個說不得了 所以普怡到了東北以後 當了 他本想是 當那個 也算是 先當為滿立的腳 然後 統一中國 他把那想法 他當日後 從日本管的太嚴了 當執政 他不幹 這不這麼做 這樣是 你們不幹不行 大伙兒就 就勉強錯過他 他就更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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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 的 是 是 早上 早上 我 他忽然进来见我,看见我,我说你这么出来,我还得跑啊,很好啊,我就劝他,当时我简单说,我劝他,我说你呀,把你皇帝老爷的号码丢掉吧,你这些老臣呢,就围着你呀,就是咔你的油,你懂我的话,你把那玩意脱掉,你呀,你能今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说我劝你呀,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小去走, 好好读书,你呀,做一个平民,真正把你这个过去那些玩意都丢掉,你真正做一个平民,你就是南开你不愿意去呀,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美国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呀,你原来有这个皇帝的这个身份呢,你就虽然是平民呢,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呢,你将来呀,都选中国的大总统都有你, 你的份,并且你还有更好的资格,那我说你今天还是弄你这个皇帝老爷这套啊,你将来有一千把你脑瓜子耍掉为止,这是我简单的,我跟他很熟啊 世界各国强烈反对满洲事变中日本的军事行动,于是国际联盟派遣了李敦调查团进行调查 1933年2月14日,根据李敦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国际联盟通过决议,不承认满洲国 日本的代表团退出国劣大会,1933年3月27日,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自此之后,日本就走上了独断独行的野马道路 后来我更明白,我要谅解了解了,日本的军人是疯狂到那样,不但是对中国人,就对本国的元老都敢杀了,对谁人都,你不照着我一个道,我就把你打死了 后来我想,这日本国家,我不能想日本现在有这样存在,还是日本的幸运 我都想日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下去,后来日本国家就没了 对我的判断,这个国家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疯狂,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 日本军的侵略,并未因为占免了东北三省就停止了 他们又以热河省,以前是由张作林统治为藉口 在1933年2月,进军热河 这个时候,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摆出彻底作战的姿态 但是,热河省的负责人汤玉伦,不战而讨 在三月中旬,热河省几乎全部都落入日分的手上 他问到这件事情,我本来这个事情我不愿意说出来 我当年做事情我非常困难 这个,我接掌东北的事情 那么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前辈来,都是我父亲 他们是差不多拿我当小孩子一样 可以简单说,比如说唐玉琳 他根本就不服从我的命令 不但下令抵抗 他过去的事情,我本来是在我决定啊,我就想被换掉的 可是我不能啊,我没法子 这个事情,好多人,现在有很多人替我辨别 说是好像中央,这个事情中央当时还没有那么厉害 不过中央呢,中央那个时候不是蒋先生,不是蒋总统 那个时候是孙科文负责人的时候 那个,他中央给我的指示 这句话我不晓得,朱小姐能翻不能翻 就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不负责任一句话 我不能,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央去 我的原因就是,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扩大 我不想,我不将她说,我没判断日本不会这样子整个来 明白了,那么我判断是她要挑衅,挑衅这句话 那么要找一个跟中国人挑一性 完了好军人好,借这个势力借这个话来说 那么当时中国有好多的事情 比如南京事件啦,比如激南事件啦 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懂得我这句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那么假设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了,那是不同的 嗯 由于热河省失守,中国国内大为震惊 对日本军事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 蔣介石也是依存着这个方针的 但是国人的责难,全部集中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 于是,张学良就被人叫做不抵抗将军 接着,连国民政府内追究责任的呼声也都日渐高 张学良被逼得走投无路 当时谈的是我们有三个人 有蒋总统,有宋志文,有我一个 那么蒋总统跟我讲,说现在这个大局是这样的情形 就是中国打败,就是热河撤退了,就是种种的 那么他说这个局面呢,就好像一个船是一样啊 这个局面的这三个人这个船做不了了 这个船呢,要三个人在这就要蹭了 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了,有一个人下去了 那么,我当时蒋先生说完这话 我说跳下去的船是应该我 那么,所以我就辞职了 这个我是决心,那时候出国决心办自己的 自己,清理清理自己的 我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是工作也很忙 我身体也很不好 差不多精神也大 差不多没亚分研究不行的 不能,所以我借这个出国的以前 就是想为这个研究 他问我这句话,我就简单说 当然他不明了,他也不明了 他没有这个四号人呢 我有两句话,当时我的决心呢 一个活人呢,叫一个死东西管子 懂得? 一个活人 叫一个死东西管子 死东西 因为你有的养生意义 你不被他弄好了,你什么事也不能办 张学良辞去了副司令的职位之后 在1933年4月到欧洲旅行 在这次旅行中 张学良离开了日日夜夜在战争中的军旅生涯 直接这样呼吸到世界新时代的气息 他游遍了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 第二年才回到中国 1936年12月12日 由张学良引起的西安事件 对于他的一生 对于中国的历史 都是一个重大的转叠的 西安事件 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 将张学良这个名字 深刻地刻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事件 就是以这里作为舞台的 张学良在这里监禁着蒋介石 要求停止和共产党的内战 开始抗日战争 这个就是使用武力 勸告蒋介石的兵间庭 这里作为抗日战争的纪念地 至今还乐意不绝 有人来参观 现在事变过后 然后就是同意战争 第二次同意 民族同意战争就形成了 然后全国就定行抗战争了 糟糕来什么 我在这非常激动 我好长时间都想来着 到后来这次就是有空 跟同学们就在一块来了 张学良把蒋介石抓了以后 就对中国的统一抗日 起了很大的作用 兵链呢 兵链就是主要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 强迫他抗日 那么从国组织的统一抗日战争 那么对抵御日本鬼子呢 大致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刚才说 我根本对这个剿供 我是不愿意做的 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 那么他让我挑一件事情 我实实在在对内战 我根本脚供我不愿意 谢谢 谢谢 張學良從歐洲回國時 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 並且抓住民眾的心 張介石感到共產黨勢力擴大的危機 積極和共產黨打內戰 對於江西省的共產黨根據地 進行多次圍剿 由於這樣 共產黨離開江西 進行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1935年 共產黨經過長征 到達陝西延安 建立根據地 張介石對剛剛到陝西的共產黨 開始總攻擊 但是這個時候 日本侵略的矛頭開始指向華北 張介石因為剿共為重 對日軍的行動置之不利 中國學生越來越感到日軍侵佔華北危機嚴重 反對蔣介石的政策 於是在1935年12月9日 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要求政府抗日 這個就是著名的129學生運動 政府以武力鎮壓這次運動 但是 以這次的運動為藉口 全國抗戰的形勢急速擴大 形成全國人民抗日的要求 我回來以後 我不想再帶兵 因為我要被軍權交出去了 我不想再帶兵 我想 因為我跟蔣 蔣先 蔣 蔣 蔣那時候蔣 蔣委員長 我跟他的 雖然是 為什麼 我是在北方做事情 我很願跟他接近兩個人 更能親密一些 更能認識一些 所以我願意給他當私訟室主任 當時蔣先是不答應我 願意還是讓我 至於絞工的問題 就跟這個聯繫了 蔣先當時叫我自己選宅 你到底要幹什麼 你到時 給我幾個題目 那麼就是你回來了 那麼果仁對你有好多不滿的地方 對你 你要做幾件事情 你選宅好多幾個件事情 那麼 所以 我當時就是 哪一件事情最難 就叫公司就最難了 所以我就挑那個最難的做 在全國人民抗日氣氛高漲的時候 蔣學良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 率領東北軍開闊西岸 蔣介石 要蔣學良對共產黨作最後的戰績 一次過消滅共產黨 這一件是極重要的任務 這裡就是流傳在西安市內的 蔣學良公館的舊子 蔣學良以這裡作為總部 指揮軍隊進攻共產黨 而安根據地 但是遇到共產黨頑強的抵抗 作戰開戰得並不如理想 在和共產黨作戰的過程中 蔣學良失去了東北軍最精銳的110師團 師團長戰死 近四千人被俘虜 這件事 在離鄉別井被迫打內戰的東北軍人之間 引起了很大的動搖 他比較強的就是 願意跟抗戰 回家鄉是主題 怎麼能回家鄉只能跟人員打 不願意是跟共產黨打而撕掉這些力量 願意保存這力量 我要拿著力量自己回家鄉 所以我那個時候促進非常難 所以我的部下對這件事 對我有相當的願望 願望 願望就不滿意 就說你是服從 蔣先生是為你自己 可是我們怎麼辦 不單止是部下的壓力 張學良自己也都深深感到 那時候應該停止跟共產黨打內戰 轉移跟日本作戰 於是在1936年4月 他秘密去延安 在這座教堂和共產黨的周恩來會談 這次的會談得出了國民黨和共產黨 一次抗日的基本意見 於是周恩來約定了張學良 以這個意見作為基礎 勸掌介石抗日 所以他對我有評價 他對我中南評論 我評論他也差不多這樣評論 就是反應很快 對於了解事情也很深澈 他評論我也差不多這樣評論 我也評論他這樣 就是一談話反應很快 你不用什麼囉嗦 一點點語說話 就是 而且對於事情看得很清楚 所以可以說 我們兩人一見如故 兩人 對於是 當張學良和周恩來 在延安會談的時候 最前線的東北軍和共產黨軍隊之間 事實上已經處於停戰的狀態 1936年12月4日 由於東北軍剿共武武大進展 張介石親自率領國民黨的高官到達西岸 12月7日 張學良到張介石住宿的華青池 試圖遊說張介石 馬上停止和共產黨內戰 槍口對外 共同抗日 但是張介石拒絕接受 於是就發生了激烈的爭辯了 政見之爭 就是蔣總統主要是要難內仰外 你明白這句話 知道知道 我的主張是仰外難內 就是這樣一句話 就是這樣一句話 就是先跟對外做對外 之前就能難內 那麼張總統主先難內 以後再仰外 就是這樣不同 從來差不多我們兩個就有這個意見 可是後來沒有這麼監獄 張學良和蔣介石 在華青池發生經歷對立的爭論之後 過了兩天 也就是1935年15月9日 有一萬幾千學生 在西安舉行大規模遊行 這一天 是北京129學生運動的一周年 大批學生來到西安市內的政府機關請願 要求停止內戰 對人作戰 但是請願的學生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因此 學生就準備直接向蔣介石請願 他們離開西安市 一路走去郊外 向華青池進發 李連璧 是當日領導學生 走向華青池的學生領袖 這個已經在這個八橋那裡 佈置到極關牆 而且佈置到齊兵 就最必要對學生進行鎮壓 和重擊屠殺 所以在這樣一個時候 已經把我們前面的學生會的腳筒 就是騎自行車的腳筒 扣了有二十多個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張學良將軍 遲遲到了這個學生隊伍前面 結果他一來了以後 就把學生這個遊行隊伍 就當出 勸讓學生不要去 學生隊伍到達八橋的時候 實際上蔣介石已經向憲兵下達了 可以開槍的命令 後來啊 後來啊 這同學們就是說 希望張學良將軍 能夠帶領東北軍抗日 能夠把我們的意見 轉打給江委員長 後來張學良將軍就這樣了 他說 說我呢 一定把大家的 這個要求啊 轉打給江委員長 希望同學們回去 我呢 一定在 一個星期之內 用四十大分 希望你們回去 所以這個 在他講了這個話之後呢 這同學們就 也很受感動 當時這個 那個一萬多人的群眾啊 在業外 就 爆發了這個 人的政策 和這個 此起彼伏的口號聲 大概看的口號沒有這麼多 就是 這個 是 我會在一個星期之內 用事實作為答覆 張學良這樣對學生說 實際上他已經決心使用武力 向蔣介石進行兵戛 張學良到西北軍指揮官楊虎城的總部 新城大樓 尹揚虎城 講出了心裡的說話 十二月十二日 他們兩個在新城大樓 集合了西北軍和東北軍的主要將教 作出監禁蔣介石的決定 那 我一做軍人那天 我父親也就教導我 教訓我 說你要做軍人嗎 這是我 他說你做軍人你知道 這個話是我們東北的很粗 他說你要被腦袋割下來 你掛在你褲腰袋上 就是你隨時預備死 我就是隨時 做軍人以後 我就真是隨時預備死 不過我後來對這個內戰我非常的厭惡 很厭惡 十二月十二日天未光 東北軍部隊接受了張學良的命令 偷襲華清廁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拘禁蔣介石 當時指揮這支部隊的是孫明九 因此我們一放槍 這一打槍在裏邊的人就知道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抵抗 這一抵抗的人就亂了 亂了之後當然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差不多 我這是自己進 對我們一起進的時候 有一個圍兵啊 他完全床 不過我拽著一下 他 按了以前 我就反倒和他 沒有 本來原來的計劃呢 當然不被多說了 我們本來是預備要 每一個人都要把這門都抓住了 沒等這個機會 他們打我們我們沒辦法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我們就急了 因為進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進去之後一看屋裡沒有人了 沒有人的時候摸到的背也還溫火 所以證明自己走的時間很短 孫明九認為 蔣介石逃走了 於是 就開始到後山搜索了 剛剛我要往山搜索了 最後我們 我們的兵比我跑得快 那麼當時就有一個陳志孝班長 在後山就喊了 報告英朗 報告英朗就是一般的軍話 報告英朗 是文藏在這裡 這個事情我就馬上跑到前面去了 到前面之後呢 他就嚇你 也是冷了 也不能說嚇的 也是嚇的 也有點關於 不過這一點我也願意說真話 他說一句話 他說你是我的好同志 你給我打死好了 我當時的情況 我看到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覺得很危險 我說我是 是奉我們副司令的命令 來請委員長 到城裡去 談抗日的問題 蔣介石 就是被困在西安市內 新城大樓的一間房裡邊 蔣介石在西安被監禁的新聞 立即控動全世界 但是這次的事件意味著甚麼呢 各個都不能夠作出判斷 於是注意力就集中在事件的發展 和蔣介石的人身安全上面 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十六日 在西安市內的革命公園 召開了有十個領導人參加的群眾大會 張學良站上港台 說明發起這次事件的來龍去脈 他一方面保證蔣介石安全 另一方面又希望蔣介石反省 然後他又提出停止內戰 釋放政治犯 召開救國會議 改組南京政府等八項要求 並且把這八項要求通電全國 張學良要求共產黨派周恩來作為代表 到西安和國民黨進行談判 十二月十七日 周恩來到西安張學良的公館 但是蔣介石堅持 不肯和周恩來會面 另一方面 蔣介石夫人宋美玲 和她的弟弟宋子民在一起 在十二月二十二日 坐飛機到達西安 由於宋美玲來到 蔣介石的態度漸漸軟化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 和代表國民黨的宋美玲、宋子民 在張學良、楊虎成陪同下 為解決事件進行對話 這個會談提出了 停止內戰的基本一致意見 不過 圍繞釋放蔣介石的條件 張學良和楊虎成 發生了激烈對立的意見 張學良主張立即釋放 楊虎成堅持要蔣介石 在一致意見書上 親筆簽名才肯釋放 假如我們被黨政筒扣了 我豈不是擴大內戰嗎 我們是要反對內戰嗎 豈不是要擴大內戰 所以我跟楊虎成兩個鬧翻 我這個地方 請他不要問我 往下再問我 我說出來 當時有阻擋內戰人 甚至不願意 講行回南京 南京方面的空氣 請問什麼人主張這個 所以我 我自己 我願意扶起一切的責任 不要再起來內戰 我的思想 這個他要問那些事情 我也很 惹起我 勾獻我很多事情 當時我們是主張 不要內戰 可是楊虎成先生 他下不了決心的事情 那麼 對於這個事情 我們最後起了很大的爭執 我就說你這種做法 那跟我們像 開始的違背了 開始的思想違背了 如果我也是 照著你這樣做 那不是擴大內戰 就是這樣 謝謝 那是 蔣介石環顧拒絕簽名 事態更加混亂 這個時候 國民政府的軍隊 和東北軍 西北軍之間 已經開始發生磨擦 內戰的危機 越來越大 張學良 為了要打開這個局面 認為除了令到周恩來 和蔣介石直接會談之外 別無他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 終於實現了 蔣介石和周恩來的直接會談 他問我這個事 很尖銳的事情 我簡單說一句話 就是請他不要往下再問我這個事 不但是我在場 總之一件蔣先生說 是我連他去見 由於蔣介石和周恩來直接會談 事態急速發展 在第二天 十二月二十五日 蔣介石被釋放 蔣介石乘搭飛機離開西安機場的時候 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張學良突然之間提出 他要陪同蔣介石 一起回去南京 從十月以後 我告訴他們 不是告訴不告訴 我決定他們知道了 他都兒女來我 甚至我到飛機場 走上來想不到我都追回來 因為他們都怕我到南京不定什麼樣 我說我決心 我到南京決心是 我是個軍人 十二月二十六日行, 十二點四十五分 蔣介石乘搭的飛機到達南京 蔣介石, 宋美玲 受到國民政府的要人迎接 由於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 避免了新的內戰危機 而蔣學良在到了南京之後 就進了宋子民的公館住 在南京, 蔣學良因為監禁國家元首而被問罪 接受軍事審判 我那個時候促進非常難 所以我的部下對這個事情 對我有相當的願望 願望, 願望就是不滿意 就說你是服從, 蔣先生為你自己 可是我們怎麼辦 這個我很不願意回答這個重要的 簡單來說, 我剛才說能體諒我的苦衷就是 我很, 因為他們這麼很誠意問的事情 我簡單的答兩句話 一個是, 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著我的口 除了我的口 二件事情, 我也不願意傷害他人 過去說了好多事呢 我過去說了好多事情 我這個人是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負責的 尤其是我是個軍人 我這種動作我自己負責任 所以我到南京, 我自己是請罪 請罪 我這個請罪, 我包括我預備 把我槍別的 我不管到南京怎麼樣情形, 我不管 我領著我, 我都把我家家家家教我一個 我一個, 我一個部下我自己學的 是當時軍長, 我把我家家教他 不過我這裡也要說 等我到了, 到了這個洛陽所 那我沒下飛機以前 蔣總統對我, 等於蔣總統保護我了 他就告訴我, 要好好地看 等於他保護我 我到哪兒他都要特別保護我 他怕旁人對我不好 可是蔣總統對我很好 不但他都, 他差不多和他保護我 所以我跟蔣總統, 我有把 蔣總統, 我有幾個字 我給你寫出來 這是蔣總統去世的時候 我一種私人的調劫 私人調劫的種, 我並未發表的 我自己調劫他 我寫了簡說, 對不起啊 看著懂,看著懂 你能認識吧 可以 你不認識, 你可以 好 我們彼此啊, 兩個人關懷啊 關懷的陰氣 好像自己的骨肉一樣 就像自己的骨肉一樣 可是, 政見的爭啊 政見, 因為政見的不同的是爭啊 好像醜醜一樣 對這個情形啊 外頭人很少人知道 只有蔣夫人還有蔣軍國我知道 所以蔣總統去世的時候 還沒入戀 所以, 蔣夫人 叫他的秘書帶我去看一看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負責 我是個軍人 我到南京送蔣先生南京 我是請罪 並且 我簡單說 我甚至我後事我都預備 蔣先生對我很寬厚 我是預備 被處死刑去 我拿這個軍人 我是個軍人 我是個軍人 我做這件事情 我自己負責 我自己負責 我沒有什麼旁定 我做的事情我負責 同時我是反對內戰 假設我不正面做 我恐怕更野蠢 內戰更擴大 所以我的人 我叫那位說 我自己犧牲我自己 我毫不顧慮 軍事法庭宣判張學良有罪 判有其徒刑10名人 剝奪公民權5年 但是蔣介石發出特赦令 廢除這個判決 雖然張學良沒有罪 不過就被蔣介石 軟禁在他出生地 浙江省溪口 張學良最初是被軟禁在 這間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 受到特務機關人員嚴密監視 他無可奈何地過著隱居的生活 這樣就開始了整整半個世紀的軟禁生涯 從此之後 張學良這個名字 就由歷史舞台上消失了 張學良被軟禁在溪口 不可能回到西安 東北軍的年輕將教 開始想用武力救回張學良 這些就是當時張學良 由溪口寫給東北軍部下的信件 在信裡 他強調不要為他個人作計謀 勸他的部下不要生事 國民黨和共產黨 就以西安事件作為踏腳石 走向對華合作 1937年7月7日 盧溪橋事變 中國展開全面抗戰 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 由此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日本軍因為受到中國正面的抵抗 呈現了難以自拔的困境 抗戰開始 張學良提出 雖然東北軍到前線作戰 但蔣介石不同意 一直將他軟禁 不肯放他 還在日軍侵量的情況下 輾轉各地 一直都軟禁著他 抗戰結束之後 1946年 張學良被送到台灣 從此他一直生活在台灣 由改變他的命運的西安事變起 至今已經過了54年漫長的歲月 現在的張學良 已經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每個禮拜日他都不會缺席 一定去教堂做禮拜 他的夫人由始至終一直都跟著他 在台北郊外過著平靜的生活 在地上如在天上 我這個可以說我這個整個都 不能說完全的毀滅 整個的毀滅是出於日本 整個的毀滅 整個沒有了 整個我父親都被殺 我這個家庭整個都活掉了 我得猜一猜一切都是 我這個人是這樣的 可以說這麼講有反抗性的一個人 所以你看我做的事情 歷史上我現在已經老了 我才肯說這句話 我年輕的時候 我絕對做在政治上 我不肯把我的態度說出來 我這個人非常的反抗 我要看這件事情不合理 我不管誰 我不管 但是我自己看的對不對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一看這個事情不合理的事情 我不管誰 甚至於我 我對我父親我當都是這樣的 我看這個事情不合理 我的個性是怎麼樣一個人 所以我現在已經90歲了 我也脫開這個政治的環境 我才說這句話 所以我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我要反抗 我就是看這個事情不合理 我不管 我自己的權力 自己的生命 我都毫不在乎 我願意跟日本青年說這句話 要想想過去日本的這個錯處 不要害想日本的那個過去的威風 不要想那個威風 要自己啊 要好好誠實回想啊 所以我那天說 好像那位 他也很承認我的話 所以我忘記那位 日本呢 我們中國 中國孔子說 忠術 夫主之道忠術而已 日本這個忠字是很大 對這個術道是太太少了 不但是對於旁的國家 就是對於自己的人 他也沒有術道 所以他也同情我這句話 他說現在日本我們還是如此 這個這個人呢 我這個人是這樣的 我 所以我說我反對日本 我不是那種說一定我就是反對 我也不但原諒人 原諒啊 我也體諒人 什麼叫原諒什麼體諒 原諒就是我原諒你的 可是我體諒你 我要想想你的環境 想想你的原因 想想你的困難 想想你為什麼要那麼做 這我的人好 什麼事我好研究 我也好分析 這是我的脾氣 可是我並不是 有專門科小家 可是我希望日本呢 不但青年 日本負責任的人呢 要有這個 要有這個居心 不但能原諒人 還要體諒人 還要體諒人 你要想跟人家合作 你要想 你便想到 是我好像犧牲了一點 好像我怎麼樣 你一定不犧牲啊 那是 你犧牲就是你得的 所以 我們這個基督徒 有說一句話 絲 比瘦還好 這句話你懂 恐怕我說太多 我問您 我說了好多話 很不客氣 我並不是栽培任何人 我就是 只是說這個事實啊 將後來這個 年輕人知道這個經過 都是一件事實 至於我看的對不對 我不是客氣化 那是另外一件問題的 也許我看的不對 是誰 張學良被趕出故鄉 至今已經過了六十年 從那時候起 他沒有翻過這塊土地 而他的錢本身 簡直就是激烈動蕩的 中日關係的宿營 那次不幸的戰爭 到今天 已經過了半個世紀 但是其中一段重要的歷史真相 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 過去 為了 到今天 對 還有 感谢观看